大家好,我是小新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肉松馅的小面包 不用烤箱,不用垫饭包就能做 做法简单 柔软好吃,比面包垫的还香 首先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两克盐,白糖30克 酵母粉3克 加入温牛奶120毫升,搅拌均匀 再加入高筋面粉300克 搅成絮状之后,加入玉米油20毫升 揉成一个柔软的面团之后 放入冰箱发酵一个碗桑 发好的面团从冰箱里取出来 用手指搓一个洞 如果不回弹,就说明面已经发好了 面团取出来之后,揉十分钟 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再把它切成五个小剂子 每个小剂子,揉圆之后,把它饧五分钟 剥两根火腿肠,切成小丁备用 再准备一小碗肉松 取一个小面团,按扁之后,把它擀成椭圆形 再两边,分别放上火腿肠和肉松 从一头慢慢的卷起 尽量卷紧实一些,不要露馅 再从中间切开 模具下面垫上一层油纸 把侧面都刷上玉米油 全部做好之后,盖上盖子 再次饧滑二十分钟 饧滑后,准备两个蛋黄搅散 均匀的涂在上面 把模具的边缘也刷上蛋黄叶 再撒上一些黑芝麻 封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锅内水烧开之后,放入蒸锅 开大火蒸四十五分钟 最后关火之后再焖五分钟 小面包这种做法非常简单 柔软拉丝效果也非常的好 这样做特别适合给孩子当早餐 如果你喜欢,也动手试试吧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小新,下期见 小新,下期见